如何刪除檔案 其實刪除檔案 關鍵點就是第一個 你要刪哪個檔 它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也是一樣 我這邊有個SPS 這個路徑這個指的是路徑的變數 字串變數 請各位一樣把這個路徑複製貼過來 記得 根目錄也不可少 一定要有根目錄 再來的話SFile SFile指的是檔案 在這個目錄裡面到底有幾個檔案 誰會知道 DIR會知道 這個DIR指的 其實它就是個VBA裡面的一個函數 這個DIR你只要刮戶裡面 可以給它完整路徑 就是在什麼呢 在這個路徑裡面 AND 斜線指的是它 所以這邊已經有一個斜線 OK那這邊特別注意 這個應該就 不需要了 SPS 這邊有一個如果 假如這邊沒有 那這個 這邊有 可能這邊就要刪了 其中一個有就OK了 好 這樣 把它射中轉點 停在這邊 那它會先DIR先抓第一個 抓到第一個之後的話 再來 名加負檔名 比如說是 丁班點 xlsx 那我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先判斷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 有的話 那就進到回圈 OK 這個是不等於空的啦 不等於空的表示說 裡面要檔案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 刪除 OK接下來的話 怎麼樣刪檔案 很簡單 在VBA裡面有個方法 叫Keyr Keyr的話 就是 顧名思義嘛 Keyr Keyr應該是刪 也不知道 應該是Delete吧 可是它因為可能 Delete被用掉了 所以呢 它就用另外的名稱叫Keyr Keyr就是把那個檔案給殺掉 OK 那一樣要給完整路徑 一個路徑 那這邊我有一個多一個斜 如果你這邊已經加個斜線 這個斜線就不用 檔名 跟目錄 加 路徑 跟目錄 加一個檔名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要 差一個都不行喔 你不能 找不到那個檔 它就殺不掉 好把這個檔殺掉 K 有沒有殺掉 有 你看 這邊少一個了 跟班不見了 在 可是殺掉一個人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往下找 特別注意喔 第一次的DIR 是完整路徑 可是如果第二次的話 不用再跟他講 他已經記得了 所以下一次再找第二個的話 就跟他講說DIR 小瓜糊就好了 找下一個 找下一個呢 這個時候 下一個有沒有 有 丙斑 那下一個要刪哪一個 丙斑 所以呢 loop跳回去 判斷一下呢 有沒有 有膽 有膽 來 刪掉丙斑 所以你會發現丙斑現在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執行他的話 丙斑就不見了 這個時候丙斑就不見了 OK有沒有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誰呢 下一個就是 乙斑 那 以此類推啦 反正就一直殺 一直殺 一直殺 直到什麼時候為止呢 直到 這個裡面找不到 所以 我們這邊 直接 讓他跑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 往下跑 一直跑跑跑跑 剩下 新斑跟陳斑 這個時候呢 新斑也殺掉了 陳斑也殺掉了 有沒有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之後 DIR返還會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回來的東西是什麼 空的 表示說呢 這裡面已經沒有檔案了 那沒有檔案會怎麼樣呢 就 跳到這邊的時候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判斷什麼 如果當檔案喔 他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 特別注意喔 我們是要 當這個 不是空的 才進入回圈 可是他已經沒有啦 那怎麼樣 就跳離回圈了 OK 所以應該了解那個 DoFile Loop跟Fullness的差異了吧 所以以後 假如說呢 你那個回圈 有一個起氣 那你就用Fullness 可是如果不是起氣 而是一個條件的話 那就用DoFile OK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 用Fullness Fullness比較好表示 但是實在不能用Fullness的話 那我們就用DoFile OK 除非你已經知道檔案有幾個了啦 不然你怎麼刪 OK 那再來就跳離回圈了 結束 好 這個部分的話 所謂的刪除檔案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 我們就很方便了 輸出 你會發現他一下就可以 幫我把檔案一個一個都通通輸出了 輸出完之後呢 如果你要把它刪除的話 那你這邊的話就可以了 再增加一個刪除檔案 他就可以一個一個幫你把它刪掉了 所以未來你可以建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輸出 一個按鈕是刪除 這樣的話感覺就很自動化了 可是 問題來了 可是問題 每次如果我要換一個地方放 那我勢必 還要再 複製貼上一個路徑 很不方便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怎麼樣 執行的時候 最好是 跳出什麼 跳出一個那個 視窗 讓我用選的 不因為剛剛我 游標還在上面 忘了把它給下去 所以我這邊 先把它刪除 好 那游標放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批次 將 工作表 轉成 工作簿 後面加一個 File Dialog File 檔案 Dialog 對話方塊 顧名思義嘛 兩行搞定 來試一下 執行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跳出一個Dialog 這個Dialog意思說 請問 你要放哪裡 OK好 那我們就放桌面上 有一個VBA資料 不過資料夾你還是要先建 這邊我們沒有幫忙建資料夾 當然你也可以用MD DIR幫他建 不過 這個 太多 太複雜了 其實 這樣應該就夠方便了 先讓他選擇 目錄的位置 按個確定 後面的話 他就開始跑了 OK 不過應該還是要把那個Application screen updating 關掉了 不然他會一直這樣 感覺好像 電腦壞掉的感覺 OK 這個時候就輸出了 那 你想說差別在哪裡 其實基本上 差別就這兩行 這一行 跟這一行 那實際上就用到Application 又是Application 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File Dialog 那這個程式 其實不用背了 基本上 第一個 Application打完 點什麼呢 點File Dialog 你要先讓他跳出什麼 跳出那個Dialog 接下來他Dialog之後的話 請你怎樣 錢瓜糊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這個File Dialog 要是哪一種形式的 他會提供給我們有 四種類型讓你選 不過喔 其實你用猜的應該也可以猜出來 四種 請問哪一種呢 因為我要幹嘛 存到哪一個目錄嘛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一個 那目錄就是什麼呢 就是Further嘛 有沒有 檔案就是File嘛 所以他這邊會有跟你講說 你要哪一種啊 是選檔案嗎 不是 選目錄嗎 對 Open是打開檔案 就是開啟舊檔 Save as是存檔 所以這幾個都不是 只有這個 好 那接下來 後瓜糊 你要做什麼 先把它秀出來 所以點秀就可以了 可以理解吧 意思就是說 我需要一個 File Dialog 是讓我可以選擇 目錄的 把它秀出來 第一行 第二行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S配置 我要去接什麼 使用者選完之後 告訴我 他選了哪一個目錄 對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打個S配置 等於什麼 基本上 就是把Application 再做一次 File Dialog 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 File Dialog 刮糊之後的話 他也會去選了一個 就是Further 後面呢不是點秀 而是點什麼呢 點 Slate 有沒有 本來第一次是秀出來 第二次做什麼 因為他有選的 所以呢 我當他點了其中一個 我把他的Slate Items SlateItem 意思是說 他選了哪一個 返還回來啦 OK 所以這邊的話 SlateItem 那可是SlateItem 在那個 VPA I.Log 裡面可能會有一個 可能會有兩 可能會有多個 可是實際上 我們點下去 通常會是第一個 所以刮糊裡面 加個1就可以了 通常是 我選的 第一個 OK 好 選完之後 我們來看 基本上應該就這樣 然後在這地方 一樣把那個舊的先閃掉 這邊刃掉 然後 看還是加一下這個好了 不然他一直閃 感覺不舒服 OK 這邊把他加一個那個 Square Updating 等於 False 然後再把他等於True 好了 這樣子 這樣就比較完整 好 試一下 這邊把他射中斷點 這樣 OK 這兩個地方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Show Show出來了 那我是不是會有個Picker 有個Picker的動作 按個確定 他會有一個什麼 選取的Item 哪一個 就是這一個 他會幫我把這路徑 記下來 並且放在這個Square Item 1裡面 OK按確定 那我們把他執行過 他返回來是什麼 有沒有發現 SPACE等於 C冒號斜線 VBA 但是你會發現 他後面 有沒有一個斜線 沒有 所以怎麼辦 你要幫他 那個 那個斜線 如果沒有補的話 那我就跟剛剛一樣 就是那個變成名稱錯誤 所以這邊我幫他加了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讓他跑完 這樣 他就整個一個一個 就把他輸出 所以 如果你要做什麼 那個File Pick 有沒有 其實這兩行 不用Bait 其實都是 用 怎麼講 他做什麼 反正就一定是 先把他秀出來 然後 一定會有Slay Item 用什麼 用Pace來接 他不就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們剛剛主要是刪除檔案 跟加一個Fire Dialog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實這個Fire Dialog 我是覺得 第一個他很簡單 就是 不複雜 兩行程式而已 所以其實我很建議 可以把這個Fire Dialog 善加利用 以後 如果你要讓使用者去選一個目錄 或者選一個檔案 或者是開啟舊檔 或者是令全新檔 都可以透過 Fire Dialog完成 試試看 好 好